现在这些00后们 你要是对她太严就跑了 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我现在团队 目前是有一个00后 觉得那个小孩 现在给我的状态 是非常OK的 就是很谦虚 然后他过来没几天 就好像三天吧 就感冒了 然后他就一直很紧张 他说谢女士 对不起对不起 他说那个 我一来就感冒了 然后就耽误工作了 我说没关系 我说人也不想生病 我说你就居家办公 先休息 我说先把病养好 养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投入工作 我说不然你病也没养好 工作也没干好 就是一头都闹不着 就他给我的这种反馈 还有他的那种状态 是很积极的 就是每天见到我 都是那种朝气蓬勃 但是我心里想 希望这种状态 维持得稍微久一点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团队有二把手 跟他磨合得很好 他帮你独当一面 但凡有因素的人 他肯定是 不断地往上去努力 去螺旋是上升的嘛 那他如果要 突然有一天他要出来了 我要独立 你对于这件事 是怎么看的 你心里 反正肯定肉疼是肉疼的 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站在我的角度 我是很能够 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 然后如果是我能帮到他的 然后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因为如果相比于 其他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我曾经带过的人 肯定是跟我最匹配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良性的合作 一定要容许他的存在 对 这也蛮正常 蛮正常 很正常 这就是正常的事情 因为律师这个行业 它就是一个 经历了成长之后 能力强的人 他就要脱颖而出 你不能说说 我一定要压着 压不住的 他要成材的人 你能压得住吗 这就是人性 就是一个正常的 对 必然发展趋势 是的 不能阻挤而 不能阻挡 人性这个东西 就是要理解 律师这个行业 他有这样一个话 交给徒弟了 就饿死师傅了 一般做师傅 先留一手 因为这个徒弟将来 如果能力越强 他肯定是要独立的 我们俩业务又是重叠的 那不就多了个竞争对手吗 那这个时候 怎么去调和这种矛盾 他不一定撬你一个客户 那就是多了个竞争对手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也无法避免 除非是说 就是有些团队的律师 他可能会去选择一些 他根本没有办法 离开团队 去独立的这样的律师 我觉得像这样的 有能力的人 感觉这个数量在减少 就是说 我带了一个助理 然后做做做 他都已经超过我了 其实他不一定是超给你 这个能力 他没法去具体化 他可能就是 虽然说没超过你 但可能是一个量级的了 突然变成一个量级 因为你想你带的同意 他比你小 比你小十岁二十岁 那你想他肯定要成长的呀 当你六十岁的时候 人家四十岁 或者人家四十多 刚五十 那是他事业的一个黄金期 难道你不允许他去成长吗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所有的事情 它就是这样的规律 我们要正视它 为什么我们要做长远的规划 其实做长远的规划 在于我们如何 让我们的职业保鲜期 更长一点点 起码退下来说 是我自己真的愿意退 而不是我被时代给淘汰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 特别知名的一个博主 叫张雪峰 我有听过他的很多的分享 在视频上面 他收了一个观点 他说学文科的都是服务业 然后律师都是销售 律师做销售这个事 你怎么看 就是我觉得 在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里面 就是老是觉得 好像一说起要销售 会从骨子里面 生起一种排斥感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律师是个专业人士 但是我得让我的专业 我的法律服务产品 包括无论是从律所来讲 还是从律师个人层面来讲 我都得让客户知道 我要2B也要2C的 对不对 我怎么去2B2C呢 我不能天天在那码字 等着客户来找你 等着客户来找我 对吧 我觉得如何把我的专业和市场 进行一个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事情 反倒是 如果我这个律师 不能把自己面向客户 把我自己的专业销售给客户 那我才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律师真的是 失败了 对就任何一个行业 我理解 你都得有销售 对 你不销售 等着客户来找你 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是的 那不光是律师 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都有 那你能说所有的销售都很 都是销售 那你这样说的话 就所有的行业都是销售 当然除了医生 医生他不需要销售 对 医生因为他这个行业 就跟我们就不是这种特别性 不是这样有关系吗 那您觉得律师去做销售 我就连事漏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每个行业 它都要允许各种不同的现象和人群来存在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某一部分人 就是说他可能被有一些人觉得好像不是很高级 然后不是很专业的行为 然后你去把这个现象扩大到我们整个律师这个群体 把这个标签贴到我们这个律师群体上面 我认为是过度夸大了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律师来讲 我们只能是把我们自己的本心 把我们自己专业 我们尽量的去树立一些比较正向的形象 把我们自己打造好包装好 然后我们去提供一些服务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过多的去定义销售两个字 或者说过多的去说 我们律师就不能去做销售 500强公司他也需要销售呢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销售呢 我觉得你们说律师不能做销售这件事 他就不符合商业规则 就是任何一个商业都得卖出去 是产品的现金流 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一个角色去干 我们律师不能像传统 就是可能在早几十年的话 因为那个环境下律师少 那客户呢 可能会相对市场的多一点 那你这样的话 做起来会比较轻松 可能会找到你这个律师 找上门来 但现在说实话 法院也很多 学法律的律师也越来越多 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情况下 你如果不懂市场 不会销售 那你就会注定是没有太可能竞争力的 是的 因为大家的选择已经多了 你像我们深圳现在都有两万多律师 我觉得他确实对这个销售这两个字 过度解读了 他觉得可能就是坑蒙拐骗 如果对等的话 觉得我们律师呢 去做销售是坑蒙拐骗 但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 推销的一个现象嘛 我们把我们的好东西 对 推向市场 让更多人的获得价值 是的 您觉得我们律师去服务客户的时候 需要具备什么的思维 才能够让客户更满意我们的服务 谢谢大家